你在吃手的時候 給媽媽吃一口好不好 嗯 這裡有一些很有用的資料 是社會局送的 送給你看看 好啦 我們走吧 育兒指導員 緊緊 謝謝 我在網頁上面 看到他們可以到家裡 來教我做副食品 希望他們可以教會我 怎麼讓小珠寶 跟別的小孩一樣 好好吃飯 拿一下鑰匙 我叫你拿一下鑰匙 有那麼難嗎 你等一下會死 我拿去的 那請問這是平常 我們在替寶寶製作副食品的器具嗎 差不多就這些 那媽媽都有在製作嗎 嗯 有 有 那我跟妳講一下 我們目前在吃副食品 主要只要媽媽放寬心 然後不要造成自己太大的壓力 就可以了 我感覺到她馬上就聽得懂 我在說什麼了 也看得出來我在擔心什麼 那天下午 那天下午 從副食品怎麼做 小孩午覺睡不好 一路講到之後要學爬 學走 我一直扶著的心 也就這麼慢慢定下來了 原來 這條路 也沒有我以為的那麼孤單 哇 寶寶你看 這裡有一個寶寶耶 有幾個月啦 她快五個月了 比我們小一個月耶 她開始吃副食品了嗎 喜歡喝米湯嗎 爸媽育學堂 陪妳 不孤單